乌克兰国防部赛秀军事肌肉 画面中好几台在沙场奔驰的 就是最新到手的雕属式步兵战车 也是由德国提供 看着西方战车陆续送达 俄罗斯压力倍增 美国也证实俄军最近其实进展不大 实际来到激战区巴赫姆特 因为现场还是炮声隆隆 但前线乌兵表示还能掌控部分地区 相反的瓦格纳佣兵似乎越打越不顺 只能这样尽心喊话 乌克兰方面宣称过去一天 又有将近100名的俄兵丧命 事实上俄军在巴赫姆特围城的时间 已超越二战的史达林格勒为城之战 进入第八个月还公布下来 乌克兰确实有机会大反攻 父亲发动入侵战争 当年俄国13岁女童都看不下去 用母女党飞弹的画作表达反战 不然俄罗斯当局却气到把女童送进孤儿院 还抓走女童的父亲 激进做法也引发瓦格纳关切 其实瓦格纳最近还在这件事跟普京唱反调 不愿配合普京称乌军是纳粹分子 俄军内后的传闻不断 西方则是坚定挺乌 北约继续在拉脱维亚举行联合军演 向俄国施压 不只拉脱维亚渴望成为北约议员的芬兰 也超前部署派出F18大黄蜂战机 加入爱沙尼亚的演习阵容 美国总统拜登举行民主峰会 讨论焦点还是俄乌战争 不过受邀视讯演说的泽伦司机 还是忍不住抱怨西方军援速度太慢 由于乌冬战火没完没了 有居民撑了一年多 最后还是被迫撤离家园 搭上撤离车辆的一瞬间 居民总算放下心中大石再三道谢 随后工作人员陆续撤出需要帮助的老人家 乌克兰民众活在水深火热 不过俄国不肯轻易退让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表示 与敌国的对抗 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给新闻送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